拉扫外观之后就不要,不管你这个, 这里看赌,你要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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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庄家是赢了,赢了是不是全部我们的事情? 这个钱,对不对,把钱落到他的身上,赢了嘛, 那你把敌人的船头,拿到你使用的方法,是你的意思, 所以拉扫,拉扫整个意义呢,等于是把所有敌人的东西, 便请你使用,把敌人所有的东西便请你使用, 你使用的东西拉扫,哎,这个庄家是没做,他只买十块, 他只买二十块,五十块,三十块,二十块,很小,很小,很小, 小就也是拉扫,对不对,你把我手压上来,那很大,我这没得拉,对不对, 那我这很大,我就是使用大拉扫,也是人,所以拉扫没有大扫,就是这是拉扫,这是拉扫, 一箭一箭烧,烧了没有,烧完,十五块钱后面都失光了,没有想打了你。 那你怎么烧?买一箭怎么打? 拉了一堆就疯了,就走。 就是敌人的动作,变成你使用的动作,就拉烧。 拉烧,不管不管谁,你不要说什么时间出现拉烧。 再讲一点,你离开你的基准线。 他没有打到你,他拼命不要灭的冲过来,我离开基准线,我不会给他碰到你。 你不要灭,我要灭。 不要我离开基准线,我就拉烧。 而两个人拼,两个亲手。 离开了,那你可以拉烧。 他都没有了。 这块地是你,对不对? 对不对? 你是台湾上车想找,人家单独往台湾想炸,你是撤退到澎湖。 有一天你从澎湖回来,把他赶走,一定有动作。 对不对? 不在这里,你在这里记住现场,你不拉烧吗? 对。 你有机会反攻。 拉烧等于你的瞬间反攻压制敌人. 对不对? 你先吞我 没有打到你 我不意外是没有打到你 我玩的压制就好了 背景我先走 没有打到我 退我了 你不走吗 我踩不下去 没人不走 老子那个臂是王冀救的 你打不烂 没有